观众期待已久的韩剧《还魂2》关云影终于在12月10号入期而至 这是《还魂》现在的第二部 从剧情来演员正如看 这部剧延续了第一部《还魂》的系列线 还是相当精撒的 不过遗憾的是只有时机 有点短 《还魂2》关云影这部剧就是个大杂烩 属于中韩仙侠剧的合体 各种仙侠剧的加工背景元素都有 和许多仙侠剧的剧情也类似的多 雷同的桥段也多 剧情和国内仙侠剧一样 讲述一群能操纵天地之水器的年轻术士们 以及因能交换灵魂的环环术 而命运曲折的天下第一杀手 克服困境一起成长的幻想罗曼史 从死亡边缘活着回来的张旭 和三年后重新展开的术士们的故事 从演员和主要人物来看 主要还是李再旭李明炫等人 这是女主角换成了高雨珍 说起来这也不是《还魂》剧组第一次换卷了 在《还魂》第一季尚未开拍时 就因幻觉风波登上了韩网热帖 首次出演《还魂》的女主人公 是新锐演员朴慧恩 虽然进行了首次拍摄 但是因为无法承受的负担感 而决定暂时退出 当时韩魂方面表示 朴慧恩演员与剧组协商后退出 所谓新任演员需要承担 作为大项目电视剧的主人公 引领剧情发展 感到压力太大 尊重制作组和演员的相会意见 所以决定退出 新任演员以负担感为由 退出400亿左右 电视剧的消息 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对此 某媒体报道 朴慧恩退出理由 演技不足 引发了争议 朴慧恩跑路后 剧组方面宣布由出道 超过10年的女演员 挺找名 接受女主角色 她以丰富的经验 和高超的演技 微微到来 从与李再旭 黄明炫 心动的罗曼史 到若无其事的标方言 演技真是让人佩服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是庭长明拯救了这部剧 可就在庭长明呼应声 不断的情况下 制作组再次上演幻觉事件 在第二季中 女主又成了新晋女星 高允珍 而这次的幻觉事件 也早有端倪 早在《还魂》第一季中 高允珍就曾在剧中 特别出演过 因使用还魂术 而被困在无德肉体内 而落水的角色 当时就不少网友 无法认同纷纷留言称 编剧究竟是想把剧情 写得多复杂 才会不停的幻觉啊 我是我的庭长明才看的 没想到刚入戏 就被破了桶冷水 感觉很差的 甚至有人扬言 俱看 特别是《还魂》 是投入了约400亿韩元 制作费的大作 接二连三爆出的话题 也让人感到失望 当时 庭长明所属的经纪公司 也出面透露 表示 庭长明原本就只签了 二十集的演出合约 不是被幻觉 不过随着高云珍 美若天仙的剧照事出 居民们似乎也遗忘了 要替庭长明 被一脚踢开的争议反驳 只能恭喜高云珍成功上位了 说起来 庭长明的演艺生涯 一直都很坎坷 二零零年 韩国翻拍在已火遍亚洲的 经典漫改电视剧 恶作剧之吻 男主早早定下 时任组合SS501的队长 金贤重 将出演男主直输一决 韩曼里将这一角色改名为圣祖 笔舍的金贤重 刚刚因为在2009年出演花样男子中的花子泪 以俊俏的面容和温柔的笑容 随聚集的火爆成为韩国Fs的最美少爷 女主迟迟未定 大家都很期待 最后这一角色会花落谁家 最终出生于1989年的新人演员 亭长明正确到了出演女主汉妮的机会 大众对女主的选择有些失望 认为长相并不符合韩国人的主流审美要求 亭长明当时还有点婴儿肥 瘦瘦的脸很显志气 但是当时的顶级亚洲爱豆 搭配名不见经传的女新人 出演这部群众基础广泛的剧集 几乎都不看好这惊险重 与亭长明的化学反应 亭长明也由此开始了演绎之旅 但他的演员职业却并不顺利 虽然起点很高 但人气却没有跟上 一直没有获得在大热剧里 出演女业的机会 直到2016年 一部由亭长明和李光珠 搭档传的喜剧电视剧 《心里的声音》 以无厘头的剧情 和丝毫不顾及形象的搞笑节奏 兴了大家的关注 虽然只有短短的舞剧 但每集都笑点秘笈 神梗不断 当年是受视率颇高 亭长明也因为在剧中 大胆活泼的演技 展示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收获了大众的关注 除了电视剧之外 亭长明在电影领域也很活跃 他出演的《20岁》 父亲的《女儿》等作品 上映之后都受到了不俗的好评 2013年 正值事业上升期的亭长明 传出跟同期一人李中硕的恋情绯闻 对于正处在事业巅峰状态的两人来说 传出这样的绯闻 无疑是致命的 两人最快时间做出了澄清 亭长明首先否认了两个人的恋爱关系 称他们是2011年 拍摄SK2广告时 认识的好朋友 而他的经纪人则说 亭长明去日本是公务 根本不是私人行程 没有约会 李中硕则通过经纪公司表态 称自己跟朋友去日本旅游是真 但约会传闻是假的 这次两人的绯闻终于落下帷幕 时间很快来到了2017年 这一年亭长明在KBS的周末家庭长剧 爸爸好奇怪中 饰演一位经纪人 服务的明星则是由李准扮演 两人在剧中的唯骨客凶美CP 化学反应满满 李准也被评为 丝毫看不到偶像出身的 声色演技 以自然大方的成熟演技 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剧集临近尾声 2018年1月 韩网上有人爆料 听掌明和李准 英系生情 在一起了 大家回看拍摄时的花絮 才折磨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两人也不遮遮掩掩掩 而是通过经纪公司 大方成人恋情 随后更是合体拍摄画报 杂志等 眼中都是藏不住的爱意 拍摄现场的花絮 动图大放送 也是可爱到不行 这美好的恋情 获得大众祝福的关键时机 在于神通广大的滴舍 拍到了李准入伍后 休假外出 送听掌明工作 两人在分辨时 依依不舍 李准寄出了一斤摸头沙 甜蜜爆表 小情侣之间的浓浓爱意 隔着屏幕 都让人感觉到浓度超高 眼间的粉丝还发现 两人穿的是 单反两穿的情侣服 其实恋情曝光时 李准就已经入伍 熬过了军队的时间 两人也互相默默支持 彼此应援 没有让距离成为阻碍 当所有人都以为 这一对会设立走到结婚时 却突然收到了两人 于2020年3月分手的信文 CB粉们 纷纷觉得毫无征兆 接手无能 甚至还有韩国网友 在网络上表示 本来以为会等到 两个人官宣结婚 没想到却等来了分手 不过分手后的听掌明 再也没有曝光新恋情 而是开辟了自己的 YouTube频道 经常更新女明星的Vlog 接地气日常 会和朋友一起去美食店 探店打卡 也会享受 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 也会独自一人 前往基州岛自驾游 在精品小店 买可爱的包包 在林海大道 喝本地特色咖啡 吃好吃的海鲜面 住住在民宿里 独自旅行 也过得很有意思 过得丰富多彩 亭掌明的家世 也一直备受关注 在出演坏小子时 因为出演富家女 她一度被传家式响喝 但事实上 她的家庭很普通 父亲是普通公司高层 根本不是什么 采发集团的高管 父亲的工作很辛苦 早上六点出门 有时候凌晨十二点才回家 关于理想性 一直是记者 最想采访听长民的话题 自从跟李准分手之后 她就再也没有传出过绯闻 只要我喜欢 那么她就是我的理想性 这是听长民的回答 她还透露 理想性不能光看外表 应该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她提到了徐章勋和金英哲 在此节目录制中 已经支撑不下去的听长民 遇到了徐章勋 对方的体贴打动了她 于是她觉得 这么有风度 又可以依靠的男人 是她想要认识的 听长民虽然已经工作多年 但是在节目中曾经透露 自己跟父母住在一起 节目中徐章勋还说大话 要给听长民买一座大房子 引发大笑 不论如何 希望演技高超的听长民 有恒恒的未来 在演技上有突破 在生活上遇到那个 让她可以依靠的肩膀